说说因为口味而引发的爆笑 网友 我先去拉个头再去洗个石小学上课 想叫老师过来 结果脑袋一抽 喊了句 马过来无脸谢霆锋在唱歌 哥们看着电视问我这人是谁 我说 这你都不认识啊 谢丽霆啊 说个我儿子的 我老公的朋友想让我儿子喊他干爹 怎样儿子就喊一个字干 然后朋友就说爹 然后的 然后就陷入儿子说干 朋友说爹 循环五六次之后 老公和我忽然爆笑 朋友刷了脸红了 我女的 17.8那年 反正没有20岁 男朋友也没 和伴的聊天说起手机的事 本来想说 你怎么不给手机带个保护套 说成了 你怎么不带安全套 爸爸很淡定的说 嗯 没带 我当时还是处女 说完也没觉得不妥 现在懂得多了 想想好尴尬 爸爸大概也是觉得我肯定不懂 避免尴尬 所以淡定接话 我先生还是男朋友的时候 请我去看电影 是金蝉脱鞘 然后他跟人家买套的小姑娘说 给我来两张金蝉脱鞘 K一 小姑娘问一下 他又说 两张金蝉脱 K一 好吧 瞬间笑到差气 之前高中教师暖气维修 正上这课维修师傅进来了 问靠暖气的那个男同学 方式使暖气热不热 结果那老哥一摸暖气 想都没想 直接回了一句微凉 班里瞬间笑诈 你是不知道那师傅表情有多精彩 笑死了 哈哈哈哈 有一次有个小姐姐打我屁股 突然我冒出来一句 别打我头 然后每次打我头说 我打你屁股 我同学本来想去拉个屎 然后洗个头 结果说 我先去拉个头再去洗个屎 你是否也有相同的经历呢 在下方评论留言吧